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千古文人侠客梦 文人千古武常存在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中华武术 有着武无侠不立 侠武武不成的说法 为国为民 侠之大者出自金庸的武侠小说 寓意持有心系苍生 胸怀天下 才担得起武侠二则 从古至今 在我国的大江南北 涌现出许许多多武术名家 他们大多生逢乱世 或处于民族威王的艰难时刻 挺身而出 匡扶正义 也以不同的形式传承着侠义精神 相传盛行于广东南海的一项民族 就与一代大侠黄飞鸿有关 龙诗原地 飞鸿固定 随着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的上映 一代宗师黄飞鸿和他狮王之王的称号 被大众所熟知 诗舞这项中国优秀民间艺术 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醒诗》属于中国诗舞中的男诗 明代史起源于当时的广东南海县 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武学大师黄飞鸿就出生于南海西桥山下 酷爱武师的他将拳脚功夫和武师技艺巧妙结合 发展出独特的表演套路 开创了男诗技艺的新格局 考察组来到南海 正赶上当地武师队举行南师武师之前的传统典经仪式 在这里考察队员找到了黄青天 听他说武师有南北之分 北师娇憨可爱 擅长模仿狮子嬉戏玩耍的形态 男师则矫健凶猛 多有高难动作 需要极为扎实的武术功底 要学好我们这个南师 应该入门的时候一定要学武术 武师子里面的动作 马步 步行步伐 跟腰力 手肩 膀 腰力 全部都是离不开武术动作的 苦练多年的武师者 往往是腰马合一的功夫高手 他们手从胸口发 力从腰马升 师身在高柱间上下盘旋 前倒后焰 模拟雄师巡视领地时的 威风矫健 跳跃中带着男拳的刚劲猛烈 只有这样才能把狮子 舞的气势磅礴 那么 行诗这项容武术 舞蹈 音乐为一体的文化活动 为何会在南海这片土地盛行呢 听黄青天说 食舞由唐代宫廷狮子舞脱胎而来 五代十国之后 随着中原移民南迁 武师文化传入岭南地区 清初开始 越中地区习武之风兴盛 清廷却对下层民众习武 评出禁令 为此 民间习武群体常以成立师会 演练师舞为掩护 来习武练拳 以欲武于诗的方式延续上武传统 于是促成了师舞与武术的进一步融合 黄飞鸿所处的时代 中国正遭受着列强入侵的苦难 国人在侵略者眼中 是永不会醒的东方睡师 黄飞鸿将家国沦丧的悲愤 与民族复兴的渴望融于武师 利于剑身 再于诗迹归于武德 南海省事 以藤月的身姿 激昂的气势 舞出了领男人刚见不息的性格 也承载着华夏儿女的侠之豪情 更见证了中国百年荣辱 不同的地域环境 使各地形成了不同的习武观念 和武术种类 例如北方游牧民族生活在广阔的草原 通常需要通过迁徙和战斗 来适应自然的挑战 从而形成了恐武好战的气质 武术则以摔跤和骑射为主 而岭南地区的人们 长期生活在深谷丘陵 那里地势不平 道路坎坷 活动面积相对要小一些 所以武功十分重视装法 装不稳的 动作严密 只需立足之地便能将对手击败 说到在南方地区 有一种拳法的经常出现在武侠影视作品当中 不光红遍了大江南北 更是名阳海外 那么它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永春泉创于清朝雍正年间 属于传统男泉之一 是武术界的一大流派 考察组来到广东省赫山市 找到了永春泉第五代传承人冯家辉 听他说 这座古宅的主人梁赞 是永春泉的开派祖师 梁赞及多家拳法之精华 使之融会贯通 形成了新的套路打法 把永春泉发扬光大 梁赞年少时在家乡读书 后随父离家经商 早年在广东佛山 开设荣生堂 做医药生意 传授武艺 赫山永春泉 是梁赞晚年之时 回到故里赫山古牢后 荣毕生武艺精华所创 属天生派永春泉 除保持原有永春泉 刚柔并济 连消带打 喬打为主的共性外 他把正身改为侧身 缩小了被打击面 以消蟹对方的攻击 牵制打击对手 其实我们的手机的防卫 前后一进攻 一防守 我们古牢变成永春里面的 确实就是连消带打 赫山地区的永春泉 人不断发展变化 除了舞者精益求精的 自我要求之外 与当地的地理环境 有哪些关联呢 考察组了解到 赫山地处广东省中南部 珠江三角洲西南部 西江下游 这里是岭南文化 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 汇集交融之地 而与之隔西江相望的佛山市 唐宋时期就有大量移民迁徙 与商业聚集 明清时期工农商业发展迅猛 浓厚的商业文化 使这里逐渐形成了 注重创新与效率的特质 也影响着历代永春泉传人 有返入简的钻研思维 是永春泉走向重技术 清花样的创新之路 听冯家辉说 他的师工冯朝镇 和中国武术一代宗师叶问 都是梁赞的第三代传人 冯朝镇和叶问 也经常一起切磋武艺 真正的高手不仅重视武艺 更看重品行修为 师工从小就教对我们 学武一定要武德 不能起墙凌弱 一定要保护你的家人 保护国家 抗日战争时期 叶问斗败日本侵略者的 武力挑衅光耀武林 冯朝镇参加了 西江抗日游击队 用永春泉绝技战场杀敌 杨威国际的功夫影帝李小龙 也是永春泉弟子 他们不仅让诗人看到了中国人的脊梁 也让永春泉名震四方 铁肩丹道义 同权护国安 永春泉的代表人物 为武侠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故事原型 大侠们所传授的不仅是传统武术拳法 更是刚正侠义的武术精神 和精忠卫国的民族气节 醒诗和永春作为岭南地区武术文化的代表 和地域文化地理环境 都有一定的联系 这个特点在很多武侠作品当中都有体现 比如金庸武侠小说中 主人公郭靖镇守襄阳城的故事 这段情节就取材于 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襄阳之战 这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 特别是小说里提到的襄阳城 并非虚构 而是真实存在于我国湖北省西北部 之所以襄阳之战如此有名 也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 从陆路上看 襄阳正好是位于南洋盆地的十字路口 从襄阳北上可以直去河南南洋洛阳等地 称霸中原 从襄阳南下可以直达湖北京门荆州等地 进入江汉明园 从襄阳东进可以前往河南信阳 安徽合肥等地 从襄阳西进则能经过武关 商洛 关中等地 直达咸阳控制这座城池 也就等于控制了周边大片区域 陆地如此 在我国沿海历代 地理环境和武术文化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藤牌操又称藤牌舞 有中国第一军事体操之称 考察组来到福建省平潭县找到了蒋新华 他正在指导队员们进行藤牌操的演练 从伊自长蛇镇到石面埋伏镇 队员们通过表演队形 展现出中国古代的著名镇法 再现了历史上平潭水师的鹦鹉场面 1958年 电影《小刀汇剧组》专程到平潭 学习藤牌操的招式 电影将平潭藤牌操 首次展现于世人面前 听蒋新华说 平潭藤牌操起源于 抗窝名将奇迹光所创的鸳鸯镇 藤牌手手执轻便的藤盾 并带有镖枪 腰刀 藤牌手除了掩护 还可与敌进战 手执长枪的长枪手 则照应周边的藤牌手和狼弦手 鸳鸯镇不但使毛与盾 长与短 紧密结合 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 而且阵型变幻灵活 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 奇迹光率领七家军对倭作战 美战结结 考察组了解到 中国古代的战争 自明代开始 海上危机四伏 海防随之发展 到明清年间 平潭成为海防要塞 明家境年间 东南沿海一带窝寇作乱 奇迹光授命来到福建平潭后 藤牌兵传授作战阵法 以抗击倭寇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 平潭藤牌操 由实战发展而来的藤牌操 具有取材便利 注重实用的特点 藤条的轻便和坚韧 适应在贪图上作战 原央镇的配合 则是沿海居民 智慧和创作的结晶 藤牌操虽然属于传统体操类 但它的最大特点是武术格斗的气氛 刀棍剑戚 火花灰剑 那喊声 裸骨冲天 堪称中国军事第一操 鼓动的身姿是对历史的演绎 一朝一世间是武术文化的传承 七级光抗窝的故事为后世流传 藤牌操也成为平潭人的精神图腾 习武操练强筋骨 未卑未敢忘忧国 这一古老民俗诉说的 正是武与霞的融合 看过了丘陵山地和海岸滩图 这两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发展出来的武术特点 以及背后承载的武侠文化 那接下来我们把眼光投向湖泊湿地 看看这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 如何交相呼应 孕育出什么样的武术流派和武侠精神 一部水浒是梁山名扬天下 更让108位梁山好汉的传奇故事 家喻户晓 梁山人自有上午 除了有水泼梁山这块金字招牌外 还与当地的民风有关 当地有句俗语 喝了梁山水都会伸伸胳膊提提腿 农闲季节几乎村村都可以见到 村民们在长院里切磋武艺 勤学苦练 考察组来到梁山县远近闻名的黄纳里村 村民们正在田野间练拳 听当地人说 这里是黄氏二郎拳的发源地 早的时候有串男不串女 现在呢国家打的替仓一步计 咱现在这条女孩说的很多 这种人村特点就是刚蒙 速度快 串串倒肉 每一串都打到水上 没有虚招 黄传领说 二郎拳强调实战性 即使是寒冬腊月 练拳都要光着膀子 讲究的是拳拳倒肉 招招建想 如今在黄纳里村 下到几岁的娃娃 上到古兮老手 都是身怀绝技的好汉 听当地人说 在梁山除了黄氏二郎拳 梅花拳 也堪称梁山地区的武林招牌 为此 考察组找到梁山梅花拳的 第十七代传人冯建武 他正在对学员们进行武术指导 听冯建武说 梅花拳风格独特 动静结合 刚柔相继 灵活多变 对于这些拳法套路 自己早已烂熟于心 但是要让这些孩子 把拳法学会并传承下去 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考察组了解到 梁山武术远远流长 蕴含着丰富的水浒文化 从习武的理念到武术技法 都贯穿着英雄好汉的情怀与气派 习武强身 传承文化 也在不知不觉间 融入到梁山年轻一代的血脉之中 在传统的武侠世界当中 特别是一些武侠小说里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 比如说在正式交手的时候 要行报权礼 一般只能使用自己门派的武功 一个徒弟只能有一个师父等等 当然这只是表面和形式上的要求 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规矩和形式 对习武之人形成约束 防止出现背心弃义 弃压弱者的行为 这也反映出武侠文化 对于忠孝义礼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 就连《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们的义士听 那也叫忠义堂 可见武侠文化的影响之深 尽管《水浒传》是虚构才的小说 但《水泊梁山》却真实存在 那么梁山当地上午的传统 与地理环境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水泊梁山》始于水泊 杨明宇小说《水浒传》 今天的梁山县 在西汉以前的名字叫梁山 公元前154年 汉景帝的胞弟梁孝王刘武 于七国之乱中挺身而出 为汉军平息叛乱争取了时间 刘武也因此轻始流明 然而刘武因为没有被立为继承人 回到了他的封地孕育寡欢 终日游猎于梁山 后因病不治而亡 以后梁山慢慢地被称为了梁山 至此战功卓著的梁孝王 也将英雄侠义的种子 埋在梁山这片土地 水浒传为无数读者描绘了一方水坡梁山的奇妙景象 烟波浩渺 芦苇丛生 舟船强卤 蒋生振振 而如今的梁山县则是山卵挺拔 千墨纵横 湿地连片 考察组不禁疑惑 现实与小说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书中的八百里水坡是否真的出现过 又为何会消失呢 考察组了解到梁山坡及梁山所在位置 原为大野则 历史上的梁山以带 地处鲁中山地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 自古就是黄河下游的一个自然质洪区 由于不断得到黄河水的大量补给 同时大量的泥沙淤积 大野则不断向北推移 逐渐形成了以梁山为标志的积水湖泊 后梁山坡成为黄河河道 水势盛大 时有梁山坡八百里水之说 有史学家认为 梁山县水坡的消失 源于此后的黄河改道 缺少了供水的源头 梁山水坡才逐渐萎缩 直至消失 据记载 有观点认为 水湖传很可能就是以梁山的地貌 风情 民俗为原型所创作的 梁山人都有着水湖情节 无论男女老少都用自己的方式向世人传播着水湖文化 由历史典故到武侠文化 由武侠文化到现实生活 水湖成了当地鲜明的特色 英雄好汉们 以一搏云天的无畏精神 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 也是挟之大意的真实写照 当地通过湿地保护和修复 在这片水泽之乡 重新演绎新时代的生态故事 我国名山大川众多 环境类型多样 不同的环境孕育出不同的武术流派 也给众多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创作 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 很多人喜爱武侠小说和影视 可能是受其中普遍具有的人爱思想 和忠孝观念影响 武侠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体现 虽然武术门派众多 但是一旦家国有难 他们地不分南北 侠不分门派 各路人人志士 以忽百应同仇提侃 众多武侠英豪将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的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 关于武侠文化更深层次的地理文化因素 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继续为您讲述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by bwd6 by bwd6